大家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孜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投下新闻来看到酒驾肇事层出不穷 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生重大的酒驾伤亡事件 为了遏止酒驾歪风 立法院三读通过了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公路主管机关从3月31号开始可以公布酒驾累贩的姓名和照片 而且不用打马赛克 桃园市首批公告两人 过去针对酒驾的罚则包括罚金 调罩甚至是刑罚 不过这效果有限 为了有效遏止酒驾 政府再出招 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明定公路主管机关从3月31号起 可以公布酒驾累贩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 桃园市首批公告两人 那他们分别是在桃园区跟中益区 因为酒后驾车 那遭到警察难停 然后开单告发 那这两位都是累贩 所以经过本处审查符合公告的要件 目前交通事件裁决处官网设置了酒驾 为重大的交通事故 危害自身 也危害其他用路人的一个生命安全 相较加重刑罚 公布姓名骤骗是救手的侵害手段 加上立元修法 以法律加以限制 不违反宪法比例原则 那安全跟踪骚扰防治法将在今年的6月1号正式上路 明定有8种行为属于这个跟踪骚扰的 违法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透过公权力的介入 避免汗事上演 一名女子一如往常出门搭车准备上班 没想到另一头陌生男子悄悄跟在后头 近年来因为不当追求所导致的社会案件层出不穷 汗事已在发生 跟踪骚扰防治法将在今年6月实施 比如平东通信行的女店员遭追求不成卤杀的事件 还有那个按摩店女员工遭追求不成的 那个砍杀的事件等等都是 那一再发生的汗事 逐渐让跟踪骚扰行为受到重视 那立法院终于在去年的11月19日删毒 通过跟踪骚扰防治法号 并定在今年的6月1号施行 跟踪法将跟踪骚扰明定为犯罪行为 跟踪骚扰分成8种样态 包含在住家附近监视观察或尾随接近 言语态度上带有歧视贬义 通讯骚扰 不当追求 持续寄送物品 妨害名誉 还有贸用个资 只要出现这8种行为 加上与性或性别有关 并且反复持续 就是违法的行为 将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刑台币10万元以下罚金 若是过程中 携带凶器或是违法物品 将吃上更重刑则 如果是携带凶器或其他危险物品犯 跟踪骚扰行为的话 就是要加重判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病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 刑则是相当重的 那顺便告戒除了有警告行为人的意思 那行为人在合法顺便告戒两年内 然后如果再犯有跟踪骚扰行为的话 那被害人就可以向法院来申请保护令 跟骚法6月1号正式上路 未来警方将能以公权力介入调查 也提醒民众遇上跟踪骚扰案件 应该及时求救并且适度搜证 确保自身安全 疫情肆虐中央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提高保护力 但雇主不可强迫劳工来施打疫苗 新北市的劳检局就表示了 如果遇到劳工进入需施打疫苗的公共场所 除了可协调工作方式之外 也可协议薪资 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暴增 许多劳工常收到雇主 是否以施打疫苗的关怀询问 新北市劳检局说明 雇主不可强迫劳工施打疫苗 但若劳工由非得出入CDC 公布需施打疫苗的场所 劳雇双方可协议薪资 劳雇双方可以去协调 可能是不是改成用居家办公 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提供劳务 那如果真的都无法 可能他业务属性 无法这样子去调整的话 那劳工因此无法出勤 提供劳务的话 那因为也不可规则于雇主 所以其实是没有强制给新的一个规范 这个部分的薪水 可能就劳资双方议顶 反之若不是CDC公布需施打疫苗 才能出入的场所 雇主坚持劳工得打疫苗 而造成劳务拖延 雇主一样得给新 不是指挥中心强制要求 一定要打疫苗才能进入的场域 那这个时候啊 假设是雇主他自己基于 企业的防疫营运的一个考量 要求劳工一定得打疫苗 不然不能提供劳务的话 那这个时候反过来可能就会变成是因为是雇主的自身的要求 那劳工如果因此无法提供劳务就是雇主送了劳务实验的话 那这时候雇主可能还是要造给新 另外关于快筛费用 中央CDC要求快筛阴性才能进入的场所是由公费负担 若事业单位要求快筛才能进入 费用则是由劳务双方议定 之前曾经有要快筛阴性才能进去 对这种情境那因为快筛费用 现在其实也没有法令明定一定谁负担 那只是说我们会基于说 因为雇主也是基于雇主的营运的一个需求 建议是以由雇主负担 但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强制的 还是由劳务双方去协商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市民生活 高动劳务责任与快筛费用负担方式 让疫情下的职场生活更顺利 新北确诊数激增 疫情多点蔓延 学校常在半夜接到学生确诊的消息 隔天全班停课 但学生书本放在学校 没办法在家线上上课的情况 新北市伏合国中就和家长会来合作了 由家长组成Uberbook团队 为学生送书到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然后现在整个学校包括说 要如何的让整个教学正常化 所以在人力上都很吃紧 那正好在这时候呢 我也需要将这些孩子的书本 用最快速的方式送到孩子们的手上 那后来呢 我们就把就是在家长会里面 在招募比较有空的家长一起来参与 那我们就用最及时的方式 用摩托车也好 或者是用汽车也好 将这些书本用最快速的方式 让孩子们都可以收到 然后让他们可以同步接轨来上课 疫情多点蔓延 符合国中常在半夜接到学生确诊 需临时全班停课的消息 更有学生因为全家居隔 无法出门 连递送书本都得用吊挂的方式 疫情考验应变 也激发出学校与家长的相互合作 我们常常接到讯息的时候是 清晨或者是半夜 所以有的家长还有有的孩子 其实来不及收拾好学校 应该要带回去的书本跟物品 也很感谢这次在疫情期间 大家能够用合作跟团队 跟接力的方式来处理 而且是有效迅速的处理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爱心呢 传达到我们每一个家庭需要的部分 在家长会的帮忙下 学生不必烦恼 居隔无法线上上课的问题 疫情之下 看见家长的满满爱心 也看见人性的关怀 赏铜花和萤火虫的秘境 居然被人偷到垃圾 污染了美丽山谷 来看到新竹县的关西镇 东安农路偏僻 不孝业者就趁着半夜来偷到 排风馆 门窗 沙发等废弃家具 整个山坡绵延一两百公尺长 盲成了垃圾山谷 泡棉细酸钙板 还有民生垃圾 长达一两百公尺 散落在关西镇 逐二十八至一线 四K处周围边坡 因为杂草丛生都被盖住 没仔细看还以为数量不多 但其实满山满谷 明代今天会刊 要查出垃圾来源 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就无条件的 那时候就给政府去开 那个立行产业道路 跟变线道有没有 一直从新旧线 往桃园线的方向走 问题都是不知道 给那不效业者里面 去寻导这些废弃物 我们地主里面 本身里面 也是想一直 要去抓这些人 可是问题我们就 视手无策 感谢在地民众愿意挺身走险的去 底下捞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资讯 让我们来调查 那看起来有可能是委托 清运公司来做处理的 因为底下也有这个沙发 跟大型的冰箱之类的 一个家具类的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会希望 警方这边或者是地点署 来协助这个追查源头的部分 热心志工沿着山壁 下到垃圾堆砍草 发现整个山谷被倒好倒满 通风管 门窗 废沙发 统统都有 一袋袋居家垃圾 更是让人寸步难行 将关键的孩童课本 瓦斯收据等抛上来 环保局与派出所 立即翻阅调查 发现来自外乡镇 并怀疑是不效清洁厂商所为 过去份机窝这里 到处都是茶园 十几位地主 45年前将用地无偿提供 披设农路 却是一再被偷到垃圾 盼能设围离 避免再污染山谷 我们县府跟政公所这边 希望来争取这一段 比较容易被人家 清倒垃圾的路段 希望做一个比较高的 比人高的这样子 一个围离 让他们在清倒垃圾的时候 不会这么的一个便利性 东安农路4.5公里长 直通龙潭 附近居民不到石户 偏远地点也成了 偷到天堂 不肖业者 已再得逞 目前除了先用监视器 揪出可疑对象 也要追查源头 严惩恶劣的偷到行为 报道真相 最深入在地 站在新闻最前线 追踪探讨 你我的大小是 TNews 一网打尽 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海中 高雄 专业 温暖 在地 都在TNews 连播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看到航空城的计划 喊了12年 终于进入实质开发的阶段了 是否筛选出 9处优先产专区土地呢 举办招商说明会 而市议员郭丽华就指出了 长期因为收支不平衡 而被诟病的航空城公司 终于有发挥空间 他希望团队努力招商 缴出漂亮的成绩单 桃园航空城计划等了12年 终于在去年11月 进入实质开发阶段 为了吸引厂商投资 市府释出优先产专区共9处 约52公顷的土地标售招商 市议员郭丽华指出 以往航空城公司 在议会工作报告上 往往被批评是赔钱的公司 如今进入实质开发阶段 他相信航空城公司 可以有发展的空间 那每年都在亏损当中度过 每一次议会 被同级最惨的是你们 那现在好不容易 有这个伸展的空间 你们也开过说明会 这个在地方上 是你们现在的角色 重中之重 那我想航空城的开发 现在大家都很期待 尤其在产业园区的部分 我希望能够符合我们当初 市政府的宗旨 是低碳高科技的开发 市议员郭丽华指出 虽然航空城计划 已经进入实质开发 但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许多工程都有缺工缺料的情况 郭丽华议员担心航空城计划 会不会像中级住宅一样一言再言 你现在缺工缺料 沿路要上涨 那你现在产专区 在包商会如期交地呢 你看我们中级住宅本来是110年3月 10月份要交 现在延到111年的3月 现在要延到111年的5月 一直在延 去做一个未来因素 这些打算 不能做未来因素 来检讨调整 航空城公司表示 52公顷的优先产专区土地 预计今年6月绝标 8月签约 明年6月就能点交用地 势必会有许多潜在厂商有进驻投资的意愿 若是土地不服使用 市府会在规划第二优先产专区 来满足厂商需求 桃园捷运通车才短短6年 站体就出现了钢梁 锈石油漆剥落的情况 机场捷运A15大圆站 月台的钢梁油漆 严重剥落了 风一吹就像在下雪 而钢梁接缝处也出现明显的锈石 恐怕会影响结构安全 医院学习外陶杰工作人员 来到捷运A15大圆站会刊 因为通车才短短6年时间 车站站体已经出现严重锈石情况 抬头看月台上的钢梁 白色油漆层层剥落 而且还不止一处 几乎所有钢梁都出现同样问题 刮风的时候民众站在夜台上 就会有整个锈石的油漆剥落 就如同下雪一般一样 所以感觉非常的不好 站在月台上等车 风一吹头上满是脱落的油漆碎屑 让民众好困扰 油漆剥落影响车站美观事小 严重的是钢梁的接缝处 也出现明显深袖情形 医院担心不及时处理 恐怕会出现结构上的问题 影响乘客通勤安全 接缝的 除结构的接缝 都有非常严重的一个锈石状况 这个不处理的话 将来整个结构就在前接处 或许会整个台风来的时候 或是强风可能会有折损塌陷的问题 大圆临近海岸 东北季风强烈 出现生锈情况难免 但才通车几年 阵体就损坏得如此严重 议员质疑工程是否出了问题 要求接缝公司先进行结构鉴定 后续再进行补偿 台中市南屯区的大光街和大敦石街口 当地住户多 车辆往来频繁 但因为路口没有装设红绿灯 大小车祸频传 有议员就拿出数据了 从108年开始平均一个月发生一起车祸 要求交通局要正视民众需求 尽速来架设红绿灯 银色轿车行驶到一半路口 突然冲出一辆机车 双方闪避不急转个正着 骑士连忙跳车 爱车就这样硬生生倒地 事情发生在南屯区大光街和大敦石街口 大大小小车祸事故在这里经常发生 光前两个礼拜 我那个下哨的时候来 来这边7000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现场就有看到警察在处理车祸的事情 这连住在当地的竹尾也是车祸苦主 而肇事主因矛头指向这里没有红绿灯 摊开这个路口近几年交通事故及死伤情况统计表 108年发生13起事故 109年15起 110年则是14起 其中有10起造成人员受伤 而今年光是1到4月就发生了5起事故 平均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一次 单单我本人就已经会看了很多次 每次都以各种理由 说是没办法设没办法设 那我在这边要强调 政府存在的理由当然就是替人民做事 否则你不做事你就不用存在了 危险路口迟迟没有装设红绿灯 交通局说是因为架设号制灯杆需要与住户协调 近期会在与当地民众沟通 应远反应的这个路口呢 目前我们还在跟四个角落的一个路 还在讨论岗位的需求性或者是调整性这样子 那预计我们会在下周也会在邀请相关单位 然后或者是出户到现场再讨论一次 交通局下周将再次前往会议看 尽快取得共识 装设红绿灯降低事故发生率 通宵苑里及后龙镇的飞灌区 以往仰赖抽取地下水来灌溉 经常不抵水情损失惨重了 苗栗县政府虽然完成通宵浮流水建制 城北里等上游地区仍是忧心供水不稳 水利局限开评估之后 运诺先行成立蓝河液 河道整治以强化农业灌溉需求 经济部水利署赤资2.2亿元 在通宵镇梅南里推动浮流水工程 并于去年顺利晚工 但上游的城北 城南 以及南河 福星等四地 忧心枯水期供水不稳 取水困难 县政府以及农天水利署等单位 邀请农民沟通讨论 寻求灌溉设备改善方案 浮流水的一个用户的一个 整体的营管理 目前我们也跟公所有办了一个 相关的一个协调会议 那目前也是由公所来进行 相关的一个围管作业 那虽然说整体的部分 资管还没完成 但是我们整个干管的部分 都已经完成了 那相关的一个后续作业 我们也会配合农水署的一个 改善方案 或是说拉到冠区里面的 需要办理一个事项 我们都会来配合 通宵镇因属于非冠区 以往仰赖抽取地下水 或是农塘蓄水灌溉 只要酒汉不雨 农产收成就得面临惨况 加上多年前规划的 淋浴潭水灌计划 因评估效益不高 未有进展 水源大多供台中使用 农民喊不公 利益浴潭水口应该是要宽改 因为对治医院的管长 才会给他买到台中 水源大多供台水 台水抽 台水现在政府不允许 人打 都要过去申请 不然你就没报 专户在水 盖底也没水也没什么 很困难 这样有什么希望吗 希望看水准可以过来 哪里可以来 最好 以利后续办理通宵新冠区 沿海农田取得水罐干案 农水署也针对四里河道整理 与户案工程进行说明 由我们的里长代表 就是我们的里民来提出一些诉求 那包括我们的城北里 城南里 南河里 还有福星里 这四个里 那当天农民 其实是很期盼说 由我们的水利署来补助 给这个苗栗县政府 来办一些南四溪的一个河川 整治的相关工程 然后能让农民后续 在这个河川里面取得水源 可以更方便 解决农民用水 农水树 云诺设立 兰科研等调取设施 并鼓励农民土地重化 以地提升输水效率 令南河西整治计划部分 水利署也将配合补助办理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 因为年久失修 耐震力不足 内政部协助规划设计费 执行拆除重建计划 近期再度传来好消息了 中央将核定一亿元的工程补助款 而公所也预先拟定 在老人文康中心 还有图书馆 罗浮星纪念馆等 来设立临时办公处所 内政部补助大湖乡公所 配合多元目标 使用规划 拆除重建计划 统包工程规划设计案 预计兴建地下一楼 地上三楼厅设 一楼配置为公共托育 以及民众教堂接触的客室 二楼则是财行客 人事事等 三楼为代表会 地下一楼设置停车场 中央金会这一次 陈盟他补助一亿元给我们 我常常说 任何一个建设 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因为我怕 过了这个山就没有这家庙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计划 再推动 也希望说 未来我们这个办公厅的大楼 能够一个实用的 而且美观的 而且安全的一个办公大楼 设计图说审核无误 内政部核定 两亿八百万元工程总经费 其中有一亿元石油中央补助 而公所也预先为了搬迁作业 做准备 规划在老人文康中心 罗福星纪念馆 以及图书馆等地 作为临时办公处所 我们还有幼儿园 另外我们还有罗福星纪念馆 甚至我们图书馆 我们这些都可以分散来办公 当然我一直觉得说 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 所以说这个办公大楼的 就说要改善呢 当然有很多比较繁杂的事情 但是办公人员的分流那些 我们很早就做准备了 感谢中央带来好消息 给民众优质的洽工环境 也让行政团队运作更有效率 未来施工期间有不便之处 也请民众多加配合 路口慢看停 等候穿越路口时 记得要与人行道边缘保持距离哦 遵守号制 红灯停 绿灯行 秒数不足 不要急着过 穿越路口时 请记得左右观察 并注意来车 过马路时 请举手示意 让我先过并表示感谢 斑马线上要快步走 不要滑手机 不要聊天嬉戏 开车预路口转弯时 要摆头观看 以避免A柱遮蔽视线 汽机车应与斑马线保持距离 并让行人优先通行 遵守路权行得安全 交通部道安会 苗栗县政府媒体事务中心 关心您 苗栗县一厢镇一公园 公园2.0计划前进海线 以千万元的经费 打造后龙镇亲子公园 用地选址在6号公园限制 将设置环状滑步车的车道 还有山丘造型溜滑梯 工程已经发包 近期动工 希望能在年底前完工启用 位在后龙镇卫生所对面的 鹅鹅公园 也被称作6号公园 和5号公园相连在一块 平坦的炒地和既有的停车空间 成为后龙镇名 散步休憩的这家场所 令爸妈孩子感到开心的是 这里即将以千万打造成为亲子公园 苗栗县政府透过公园2.0计划 编列千万元经费 要打造成为滑步车公园 后龙的经费大概是 一千万左右 那目前也飙出去了 那西湖的部分 大概的经费大概是800 也已经飙出去了 那现在目前苗栗市的滑梦滑梯 我们原来的经费可能 因为不锈钢的钢价一直在涨 所以我们还要调整经费当中 改造后龙镜有公园之外 西湖乡二高桥下的蝴蝶公园 编列800万 还在招标的苗栗市公围序 以及施工当中的大湖 南庄 施坛 三湾等亲子公园 预定在9月份11月份 分两梯次要完工启用 那后续还有三湾 三湾目前进度也比较快 那后续还有南庄 还有施坛 还有大湖 还有这个 还在陆续在施工当中 我们希望整个在 9月底跟11月底 那整个有两个批次 整个来做完成开放 建置环状滑步车车道 设置山丘造型的流滑梯 将原本的公园内邮聚再升级 后龙镜子公园 将在年底前以崭新的面貌 给予大小朋友们惊喜 邻近新竹工业区外来人口移居 让虎口乡的中心村 暴增到8000人 急需集会所来办活动 预计在中心公园来兴建 要将野溪河道加盖双孔香寒 来增加空间 而明淡也向县佛来 争取2000万元 要做智慧化公园设施 树石株美人胶鲜红绽放 还新打造樱花步道 成为居民散步小天地 虎口中心村没有集会所 要选在中心公园兴建 只是腹地不大 还要有停车场与游乐设施 就争取河道加盖 改善空间规划 我们现在公园 它的设备其实都蛮老旧了 那我们村里人口数将近8000人 那现在未来村民都注重休闲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我任内的时候 去征集会所 那这个集会所盖起来之后 就会压缩我们的那个空间 这条野溪贯穿我们整个中心公园 让中心公园一分为二 让使用上面非常的不方便 透过这个相公所的努力 跟国防部争取了400万的回馈金 再加上相公所自己的裁员610万 所以总共经费是1010万 那未来这个加盖双孔的香涵 做好了以后 我们整个中心公园就变成完整了 公园位在胜利路弯道旁 车速快 让停车更安全 花费1010万元 从铁骑桥到公园桥之间 打掉河道围墙 加盖双孔香涵 预计长93米 宽3.5米 已经设计好 预计下个月发包工程 而集会所设计标完成 工程却经历6次流标 今年代表会追加到近4000万元 希望能在今年动工 明代也向县府争取公园设施 一并改善 包括老旧损坏的摇椅 盘根错节的树根 都造成安全疑虑 因为这有一些老人家 夏天他都会到那边乘凉 他也需要这个东西 一座这边摇一摇也舒服一点 像那个石板洞的话 因为老人家你坐下去 没有可以靠 没有可以支撑 就比较不适合了 这一次的种植群 我也会针对我们 虎口香中心公园 来争取一个跟竹北 跟公武公园一样的 一个智慧化的公园 我打算也争取2000万 来用在我们的中心公园上面 争取2000万元 打造智慧化公园 也要保留樱花与老树的丰富生态 到时集会所会盖在现有篮球场和公厕的用地上 也会利用河道加盖公社 让居民享有老少共融的修气环境 好 接着来看到 可爱布偶猫 身价很名贵 但是竟然被遗弃在路边 新竹地区最近就发生了多起气氧案了 徐县追出竹东镇有非法繁殖 环境张乱 多只猫咪罹患了猫瘟 甚至夭折 目前仍在调查当中 23只猫有的送医治疗 有的送到家处所 暂时安置 张着大眼一脸无辜 全身白毛 耳朵斑色的布偶猫 新竹地区多起气氧案 追出竹东镇非法养殖业者 案件调查中 品种猫目前暂置在家处疾病防治所内 当初我们有三只阳性的猫送去 那也有两只孕猫送去就是要待产 那在这过程中一只比较年幼的阳性 他隔几天他就已经死亡了 因为他本来就比较身体耗弱 那孕猫其中有一只 其实在来这边的时候 他就有一些像是小流产的那种征兆 就是会流血 那等到他住院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早应该算早产 因为他的胎儿都没有发育完全 超商骑楼 马路边 公园等 被民众发现有猫咪遭气氧 新竹县市通报超过九起 其中新竹县四起共八只猫被丢掉 家住所会同警方巡献查获 竹东大乡里一处非法养殖业者 房间环境脏乱 四处排泄物 现场有布偶猫 英国短猫猫 金吉拉等共23只 包含一只死亡幼猫 带回22只末入 据了解大多是母猫年龄界1到7岁 三只得猫蚊 有三只怀孕 依送动物医院治疗 涉及非法繁殖和买卖特定宠物 弃养等违反多项法律规定 将储1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还 行则移送陷阱局查办 那陆续现在他们食欲 然后排便上都慢慢逐渐正常适应环境 然后现在目前所内猫肢的状况 都还是不错稳定这样 那因为这个案件它需要 就是等到侦办完之后 我们才可以做进一步的处置 因为目前算是虽然是末入 但是我们只算是占管 对那要等到判决确定之后 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可能是看他 帮他做绝育手术 然后之后才能再送养 目前八只猫在医院 13只占至家处所 等案件调查结束 疫苗施打完成 会公开开放任养 提醒评估照护能力 鼓励任养代替购买 给毛小孩温暖的家 阿公阿嬷阅读看字模糊怎么办 来看到台中市立图书馆总管 为了长辈打造一处陋林区 里面不仅摆满了大字版的书籍 更引进了看远注视器 利用镜子的反射放大字体 不用再担心看不到字 更能矫正姿势 养成健康阅读的习惯 书本放在桌面上 将放在一旁的机器打开 把镜面调整到适当的位置 瞬间书本上的小字放大许多 这台设备号称护眼神器 长辈完全不用再烦恼 看不到字 有啦 放大很大啊 很方便给老年人看书 很清楚 不会看错 是很方便的工具 他就市立图书馆总管 是不少当地大小朋友 前往阅读的场所 不过时常都能看到有高龄的长辈们 拿着书籍越拿越近 因此为了让高龄长辈也能够享有健康的读书习惯 总管特地打造了乐林区 并移进了看远注视器 一旁摆上操作说明 不仅不用害怕不会操作 利用这台机器老花眼再严重的长辈 看字也不再模糊 并且也能够矫正姿势 看远注视器主要是说 它可以把字体 书本里面的字体给放大 那这样对于他们在阅读上面 他们可以阅读的时间会比较持久 那他使用的眼力也不会耗损那么多 那也特别针对说乐林的族群 我们有开放电子书的转曲 那或者是有引进大字版的书籍 那包含说金庸的那些武侠小说 我们特别都有天购大字版 有了霍言神器 长辈们不用再瞇瞇眼 官方强调未来看远注视器 也将引进各个图书分馆 让各区的民众也能够有更健康的阅读习惯 好 接着将镜头转到台中来看到 为了推动雾峰区域社区组织的福利服务量能 雾峰区六鼓里参加社会局小旗舰计划 送多肉植物给社区的长辈来照顾 希望借此让长者有一个依托 借由多肉植物打起桥梁 而每月前往关怀长辈 临近端午节碰巧朝阳科大也特别来到了社区 指导长辈做香包 细心问候检视小盆栽健康 围绕着小多肉植物话题打转 其实是为了关心独居长者的身心健康 台中市雾峰区一共有四个社区 参加今年度小旗舰计划 六鼓里是其中一个 社区志工为了关怀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 特别制作多肉植物 让长者平日有所依托 独居长辈没法来社区这边做活动的时候 让他们到家里有一个东东老 东东熟那种 类似健康促进的 让他们来照顾这个植物 回到社区活动中心的关怀据点 刚好是朝阳科技大学志工社团 学生前来教导长者动动手脑协调的日子 为了应景这次将带领爷爷奶奶制作端午节香包 里长也鼓励社区长者能多多参与 我看到我们的长辈大家做的真的那个 还有我们大家 长辈们手脚并用 大家都很高兴 小旗舰计划是为福部推动福利化的领航型计划 以联合社区方式在社区内推动福利服务 运用社区资源关怀社区长者 六股里多漏植物激发长者 牢有所用的精神 让社区洋溢温馨与幸福 这样就好了 对啊 都给你帅就好了 其实啊 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 那会不会 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钱包了 当然啊 现在电子金融及行动支付虽然方便 但还是有它的风险存在了 是哦 像是造假的网址及APP 还有网路病毒啊 密码外泄啊 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虑 所以使用行动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样 要交心不能只看表面 喝酒千万别开车啊 放心 我谦卑不醉 嗯 别逞英雄 酒驾害人害己 小心被重罚判刑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杯 那如果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载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用100分的考券就能兑换50元的早餐券 原来是新北市的土城玉生里里长 为了鼓励学生所推动的奖励措施 里长同时也照顾弱势的里民 提供80元的早餐券 希望温饱他们的三餐 100分 100分 又是100分 这个得来不易的数字 是给用功读书的学生 最实际的回馈 而在土城的预生里 国小跟国中的学生 还能凭考券换早餐券 不过里长不只鼓励学生 也照顾里内的弱势民众 你每个科目如果考100分 你就有可以拿到一张 50元的早餐券 再来一张是第一 针对临时 类似疾难救助 生活比较困苦的 连吃饭都成问题 我们那个签是80块 80块来 当然不是一次给他一张而已 一次来可能就是5张 6张给他 先解决他 遇到说没东西吃的那个困难 其实里长从102年开始 就有这项措施 不过当初奖励学生 以及补助低收入户的早餐券价格 分别是30元还有70元 里长考量到疫情影响 加上物价上涨 因此今年3月调涨价格 小朋友都很高兴 他实际上也并不因为是50元的 这个兑换件他是奈分容易干 很高兴考100分 那家长有没有什么奖励 我是不知道 里长是代表整个医生里 来鼓励他读书 早餐可说是重要的能量来源 里长用奖励还有补助的方式 让里面吃饱饱迎接一整天的挑战 高雄市中山工商参加 全国高中专题及创意制作竞赛 南瓜金银铜及佳作等奖项 而其中观光科学生为银法族设计 动静皆宜的游戏运动APP 深获了评审青睐 勇夺冠军 长辈们还把这套软体 用作运动范本 让学生很有成就感 拿起水瓶举手做操 示范体势能运动 他们都是中山工商观光科的学生 有感于疫情关系引发长辈外出运动大受影响 于是设计这套动静皆宜的游戏运动APP 长辈们不论是跟着影片做起伸展运动 或是动动脑动动手指头玩起抑制游戏 将运动游戏化的概念让长辈一学就上手 获得评审青睐在专题创业竞赛当中一举夺冠 这批孩子就是从高一高二高三 都有接触到不一样的课程 那我们就想说那何不大胆的试看看 能不能让科上的特色 在这次全国专题竞赛中被大家看见 因为我们有设计APP 在我们的孩子回来之后 那些老人家真的有去点阅了我们的APP 所以我们的孩子都非常兴奋的告诉我 说老师那个阿公阿嬷有在点我们的影片在看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因为我们这边有设定 所以他们只要有人去点 我们这边就会接收到 结合课堂所学 同学发挥创意 融入运动健康及活动规划等元素 再透过通讯软体远距平台 让长辈运动不间断 尤其看到长辈上线打招呼 成就感更是不可言喻 我们真的是蛮感动 因为我们回去的时候 其实长辈也有在想我们 想要看我们的影片之类的 那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可以获得长辈这么喜爱 然后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其实他们也会传一些鼓励的话 偷偷传给我们 然后我们觉得很感动 真的每天就是熬夜到两三点 然后就为了把这个APP 这个产品赶出来 很开心就是可以把这么好的 就是这个产品呈现给大家 除了关注银法 逐渐深一提一举夺金之外 将台湾民谣流行化 甚至翻译成英文哼唱出来 让人耳目一新 也获得银牌的肯定 我对于台湾歌 就是还没有任何 就是没有任何的了解 但是借由这个专题 然后我的 不但提升了我台语的能力 然后我英文的能力也变好 然后就是也变得跟我的 阿公阿嬷 然后感情也变好 因为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当初是因为我们从小听到 外公外国他们常在听的 台湾歌谣 是现代年轻人难以接受 或者是他们很讨厌的 但是其实台湾歌谣 也是台湾文化的其中之一 而且它也富含了许多历史性 他们也是很重要的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会想要 就是结合我们的能力 然后让它可以 被更多的青少年接受 同学将望春风等歌曲加以改编 用轻快的曲风 中英文交替唱出 不仅让台湾歌谣注入新生命 也凸显年轻学子的创意无限 继承教育 它不只是做一个精巧的东西 另外它更重要 它要发展出有创意 有创新的东西 这样的话 它才能够提升继执教育的水准 中山工商学生这次参加 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中专题 及创意制作竞赛 一口气夺驾 金银铜牌 及家族等大满棍奖项 不仅专题制作能力一把照 也把108新课纲 创新思考的内涵 充分地展露 中山工商 创意无限 大爱 苗栗县竹南镇军艺高中 国中部参加苗栗县第62届的中小学科展 17件作品全树获奖 17件作品全树获奖已经连续8年拿下团体赛总积分的冠军了 刷新学校记录 而其中生物组牙膏与漱口水成分添加对口腔环境的影响作品 更将代表苗栗县出征全国赛 校方特别是公开表扬 获奖作品一字排开 展现学子在日常生活发现与解决问题的深厚实力 苗栗县第62届中小学科展成绩揭晓 中南镇军艺高中国中部参赛的17件作品全树得奖 更连续8年总积分勇夺团体赛冠军 这里是创我们苗栗县纪录 也是创造我们学校的纪录 那当然是首先要感谢我们老师很认真在知道 那让学生有练习参加学习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棒的 那我想这变成学校的一个传统 那老师因为有这样的荣誉感之后 那学生也更愿意去努力付出 所以有这样的成绩 那当然我们校长会背后有点支持 给学生鼓励给老师奖励等等 参赛作品组别多元 其中代表苗栗县参加全国赛的生物组团队 是有八年级吴冠彦 刘子妍 徐友佳 以牙膏与漱口水成分添加 对口香环境的影响为题目发想 透过长时间培养细菌以及观察测量 在不耽误课业的情况之下 成功发现封胶抗菌能力最佳 我其实本身是有在做矫正 那在我吃完饭之后我都会先刷牙 那我就是有好奇说 那个市面上有太多种牙膏 那我想知道 是不是有些其实没有效果 有些效果特别好 我们发现成果就是说 蜂胶这个东西它的抗菌能力 还有它的抗酸能力都是比较好的 就是在我们刷完之后 就可以发现口香的细菌量会比较少 然后它口香的酸碱质也会偏碱性的 从专家访谈一直到问卷调查 实验探究引导学生聚焦问题 培养细化变通与谨慎力 科展研究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研究 所以学生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一些学生在过程会遇到挫折 然后遇到挫折 他就会在当中慢慢的消磨他的意志 不过其实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就是学生会在这过程当中 虽然他遭遇挫折 可是他会想着去解决他 那解决他的过程当中 其实那种正向的自我肯定感 是一般在课业上比较难找到的 排除挫折困难 军艺科展成绩 再度大方异彩 校方特地举办颁奖表扬活动 借此传承成功经验 激发学弟妹科普精神 继续缔造家机 来看桃圆市观音高中学生的好表现 多媒体动画科的学生 以专题Foundry拿下了全国专题竞赛 艺术群组的冠军 动画以校园霸凌为主题 揭开了霸凌对青少年 造成自卑忧郁恐惧等创伤 而创作者希望大众在了解之后 能够及时来伸出援手 介绍一下自己 动画Foundry说的是校园霸凌 霸凌创伤对青少年而言 可能造成一辈子阴影 往后即便是面对别人的善意关怀 对受害者来说也无法尽力接受 学生透过动画 观众每个校园都可能会发生的事件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 我们的专题来呈现 就是希望大家重视霸凌这个议题 我们觉得说 如果你能伸出一个援手去帮助一个人 就会有更多人受到感染 就大家会一起去帮助那些受到霸凌的人 其实与幻想穿插 让霸凌议题在动画中更火灵火线 观音高中多媒体动画科学生 以专题Foundry拿下全国专题竞赛 艺术群组冠军 从开始准备到比赛 学生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准备 能获掌一切的辛苦都很值得 背对我们那个展板 然后我们就看着我们就一起转过去 转过去的时候就看到第一名的时候 我们尖叫然后四个人抱在一起 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就从一个引导到发想 然后到制作 然后在整个不断过程当中 其实专题设计是非常辛苦的 观音高中动画科连续三年在全国塞中 大方异彩 学生用实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不管广告设计平面 或者是我们这个影像的导入 能够让学生在各项技能上 包括摄影技巧 都能是更有多元能力的提升 专题制作过程遇到的困难不少 但获掌对学生而言总算是收获甜美 也为未来的就学就业路定下稳定基础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剧检或剧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剧检及剧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容院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苗栗县竹南镇温内社区 透过劳动部多元就业开发方案 到入产业发展人力 将海岸边界时的漂流木 浮球还有树木掉落的种子 创意发想在地用 打造直在花器艺术装置 而未来也将规划相关的课程 并且发展DIY 永续在地也创造社区收入 花器 招炒蟹 谈吐雨 还有栩栩如生的高翘横 全是海洋废弃物 以及树木种子所制成 落实依海而生环境永续 位在海岸临周边的 竹南镇港千里温内社区 将漂流木 浮球 浮标等海废掉 开发设计以系列装置艺术 那之前我们做宝特瓶 觉得宝特瓶的质感就没这么好 后来想说可以用浮球 各种各样的浮球去打造 艺术品也非常好 后来我们就认识一个 我称他为钢铁达人 那个是专门研发海废的 他就把各种的海废 去做很棒的艺术品 包含我们刚看到的就是鸟啦 鸟还有指示袋啦 还有一些成品都很棒 社区团队发挥巧思 利用素材特性切割重组 搭配缠绕画等 开创废料新价值的同时 更融入在地滨海生态 装点社区环境 也串联风景区观光风貌 主要来说就是说我们海浮球来说 我们可以做一些花器 可以养一些多肉的植物 那如果是植物来说 就是我们做一些吊丝 还有是说因为在那个观影的公园来说 最多就是木毛黄的种子 那木毛黄种子来说 我们可以做很多动物的 一个上行的一个作品 最有特色就是这个刺猬 那因为木毛黄种子 它表面很多刺 所以做这个刺猬来说 这个非常像 海费大自然生态素材 摇升成为社区新量点 发展协会今年也将规划课程 疗愈长辈生活 大家做的时候也很疗愈啦 我们也把这项的东西 带给参访团 所以就是参访团来的时候 我们做一些半成品 就是我们做了一半 然后剩下他们自己去彩色 彩色好了他们就会觉得 这是我自己独一无二的作品 他就会很珍惜 这样的参访团进来之后 他用我们的DIY 我们就会有一些收入 这些收入就会用在我们的光海据点 或是我们平常在办一些活动 不够的经费 然后这样运用 丰富又美观的艺术创作 就展示在温内社区活动中心 民众不妨透过参观欣赏 拉近人与海洋的情感 深植环保有序理念 早期原住民农耕打猎之外 也会种段木香菇来维持生计 但现在少有部落在种植 传承文化 新竹县的坚实国小学生 就跟着其老来学种香菇 木头钻孔 直菌风辣 经过了半年才能冒出香菇 都体会到农人的辛劳 更懂得珍惜食物 一朵朵香菇像小圆伞 从木头边冒了出来 兼实国小推动原住民族实验教育 全校27位学生跟着其老 学习栽种段木香菇 其老在教孩子 在种植香菇的过程当中 他们都会把这样的一些 山林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知识 跟内涵 就在做的过程当中 就交给孩子 其实就是我们过去早期 很重要的一个 部落里面的一个景象 常常我们也看到老人家 带着小孩子在山林工作 边工作边讲故事 边工作边讲一些 自己的一些文化 将这样的一些文化 就在工作生活当中 就无缝的就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早期原住民就地取材 以风香或赤阳木等木头种菇 是部落农业经济来源之一 传承文化体会农民辛劳 兼实国小在爱心家长赞助下 建置校园姑聊 学生学挑选适合树林 聚成段木 还学木头钻孔 将菌种打入孔洞 植菌风辣后 经过三个月平躺静置 完成养菌走菌 才能再把断木直立竖起 等待收成 学生说照顾香菇很有趣 如果很久没有冒出香菇 还要用力拍打或翻转木头 来叫醒它 就是给它翻 在雨天的时候给它翻 然后不能给它晒到太阳 要在阴阳处 就是然后就要敲一敲这个 把它打醒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香菇长出来 就是它第一颗长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就是哇 它竟然有活 就是因为以前那时候完全不会种香菇 是到葛拉拜这边才学到种香菇的 很有成就感 就是我们既然种的东西 可以拿出去卖给别人 轻轻摇晃菇饼采下成熟菇 学生获得满满成就感 也公益义卖帮助重症小朋友 老一辈智慧结晶 透过种菇传给下一代 让原民文化持续发扬 苗栗县大湖乡的江麻园休闲农业园区 是苗栗县内知名景点 30年前神农得主刘盈科就带着社区开创 而又今天现今的辉煌 如今江麻园嫩江新生代回流 也做出成绩了 刘盈科的女儿刘秋文 发展江事业 也推广江黄结合染布 手工造DIY成为地方特色 利用橡皮筋冰棒棍 在白色方巾上绑定 放进金黄色染料不到五分钟 江黄染布大功告成 对小心手哦 蛮漂亮的 蛮漂亮的 江除了吃还能够和生活小物结合 大互相将麻园休闲农业园区 让江变得不一样 我可以把它开发成其他的产品 像比如说姜黄馒头 我们自己可以用 姜黄牛奶我们店里也可以用 然后姜黄面 我们所有的餐厅都是可以去做使用 把在让这个地方除了江之外 来推广姜黄的特色 包含我们在做DIY上面 我们都有在设计姜黄奶 然后姜黄手工造 这个部分把它结合在生活里面 我觉得要让一件 让原本的农作物 变得可以吃又可以用 让它变得很有趣 而且有生命 刘邱文正是江麻园 嫩江世代二十多年前百香 从贩售老江商品 至今走向江黄 开发染布手工造 他的父亲刘英科士 三十年前带领江麻园 开创新局的推手 对于年轻一辈 他赞不绝口 那他们回来都对这个地方建设 非常有用心 我们成立协会 我们假日提供很多的 工资生就业机会 像这边十多位 嫩江传承 刘英科感动也安心 透过新世代的力量结合 加麻园修区将更有文化以及深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每天晚上八点 提供您最贴近迷的新闻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